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用官杀来护财制笔节 另外呢毕竟是生在秋天 这个土是虚而寒 它还是需要有一点火气的 这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种个性 或者是它的学业的分析 首先我们知道它天干竟然是笔节比较多 笔节比较多的人它是比较固执的 比较固执小的时候肯定是不太听话 有些调皮 好在呢地质是有两个神经 能够卸这个笔节 它是比较有秀气的 比较内秀 如果时尚在地质代表内秀 但是从大运来看 你看早年它有走心位梗舞大运 这个时尚又透出在天干 透出在天干的这个时尚 在地质里面有着两个神经为根 所以说它就很聪明 有点调皮呢 不太听话 但是同时也是比较聪明的啊 然后呢如果呃工作的话 那它肯定是适合技术专长 因为笔节太多了 笔节是多彩的 这种人它不适合啊在当地发展 也不适合这种竞争压力太大的工作啊 它是适合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的 那么这个技术门槛就可以把很多的笔节挡在门外啊 就是进入的门槛虽然高 但是进去之后 在它那个专业领域里面 它的竞争压力会小一点啊 然后呢 早年走这种实现商工大运 它是比较聪明的啊 比较聪明的啊 兴趣也比较广泛 在下一节的话 我们会重点去讲一下 它的一个具体的学艺啊 在这里呢 我们用重点来看一下这两个神经 呃 这两个神经呢 它是实神啊 咱们知道在地之的实神呢 它同时啊 也是文昌星 也是文昌星 而且呢 呃 这个从日祝来看 它的空王是以某 但是从年祝即某来起空王的话 啊 这个神友是空王 神经呢 它也是空王 它是年空王 啊 年空王我们一般的叫先天空王 啊 就是实神文昌带空王 这种东西的话 它一般呢 就跟偏门偏业啊 跟佛道有缘 另外呢 呃 它的实质还是个位土啊 这个位土呢 它也是一个华盖 也是个华盖 所以说呢 这个人他就容易对这种神秘文化啊 玄学啊 宗教啊 呃 比较呃 感兴趣啊 这个人 他后来跟我交流说 他最早的时候 是信仰基督教的 呃 然后呢 对这种意语 意语的东西 他还是比较排斥的 但是后来 呃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 啊 他跟自己的 呃 去自己女朋友在家乡 啊 然后呢 偶尔有一次去 批算八字啊 去算命啊 肯定是算的比较拽了 啊 马上就对这个感兴趣 他现在呢 也在跟我学习 啊 学习命学啊 从这里面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在他整个的格局里面啊 啊 群比真 他的格局里面 对他八字本身来说 这两个神经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 从五行的角度来看是金去谢妄土 从格局的角度来看是群比真才 用时商谢笔节户才 啊 另外从师神的角度来看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师神啊 师神谢秀啊 从神沙的角度来看就是啊 他是文昌家空王啊 容易对佛道有缘 自己呢 也比较兴趣 比较广泛 学习呢 当然也可能存在一个偏刻的现象 好了 这节课 关于这个案例的分析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们重点去讲一下他的一个学业的分析 谢谢大家